男士们要注意了 今天我们来讲讲预防前列腺癌的方法 第一步我们要有些基本的解剖概念 当我这个水泉上面这一部分是膀胱 我们来存着一些小片 下面是咀的那一部分 就是这个圆形因为细细的那一部分 这一部分就是前列腺 刚刚在膀胱的出口那里 这个前列腺就随着年纪增长 它本身都会越来越大 所以有些人就说 年轻的时候就小变四个界 年纪大的时候就小变滴濕骑 前列腺本身都有机会生肿瘤 如果有肿瘤的话 它里面的肿瘤细胞 就会产生一种蛋白质叫PSA 如果量影真多 它就会由前列腺 走出去血液那里 我们验血的时候就验到它了 那很多人就会想 如果这么简单就好了 就是说我们验血就知道 有没有前列腺癌了 升高了就是有了 对不对 不错 正常的前列腺的组织 都会产生这个PSA 不过就少一点而已 据估计呢 如果有四个人PSA升高了 三个人都是没有癌症 其中一个有癌症的而已 如果有七个人PSA是正常的 这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真的有癌症的 所以你只做这个测试 有时候就不是很准确的 你会问有什么病征 早点知道病征 早点求医就可以了 最惨的这件事 有时候病征又是很不明显的 当然它就说肿瘤又是会胀大 病征和你普通前列腺肥大 即是梁性那些 没有肿瘤的前列腺肥大 可能病征都是差不多 可能小便难去一点 找医生检查行不行 那你去诊所 他都可以做一些临床的检查 用手指经过肛门摸摸前列腺 因为刚刚结构很近 看看前列腺有没有问题 这个检查准确度都是一般般 所以当一个人如果真的验到 PSA升高了的话 再进一步检查 看看有没有癌症 就要做活体检查这个病征 就是说要拿针 就经过肛门的位置 就去扣进前列腺 就抽一些组织出来 验一下看看有没有癌症细胞 但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有些时候 你不知好过肿瘤 就是说宁愿你不知 有前列腺肿瘤好过肿瘤 怎样说呢 因为前列腺肿瘤这件事 就很有趣 就是说它不是很恶的肿瘤 很恶的肿瘤 比如黑色素瘤 肝癌 那些 就是说很快就可以致命的 但是前列腺癌 比较上是温和的癌症 有相当比例的前列腺癌的患者 因为肿瘤在这里很多年 可能没有什么病症 或者引起很少的病症 甚至会走去其他地方 引起很多不舒服的病症 致命都比较少一些 有些研究就找一些年纪大过身的人 在前列腺上看看有没有癌细胞 发觉相当大部分年纪大的人 过世的时候 前列腺里面其实已经有癌细胞 可能生前根本就没发现到 或者就算发现了 它其实都可以很长命 然后可能是因为另一种病而离世 可能真的不知好过知 因为你知道了的话 你总是觉得有些癌细胞在身上 例如有个计时炸弹在身边 睡不安、坐不下、吃又没有胃口的话 那就无谓了 全年纪大肿瘤未必真的那么危险 如果有肿瘤真的要弄走它 很多时候都要做手术 有部分就会建议它做电疗 它们都有些荷尔蒙的方法 用一些就减低荷尔蒙刺激它的方法来治疗 因为就比如这些男性荷尔蒙 是可以刺激到肿瘤生长的 阻止了一些男性荷尔蒙产生作用 甚至有些就会建议割了肛丸 就让它减低男性荷尔蒙 去抑制那个癌细胞增长 而割除前列线也都不是说 完全没有负状的手术 有些人做完手术之后 可能性功能有障碍 也可能就会小变失禁 如果真的有这些问题都挺烦的 可以这么说 现在暂时来讲 就是预防前列线 检查前列线癌的方法 都是一般的 总体来讲 如果前列线癌 本身又不是那么恶 那么危险的话 那你检查的方法又不是很准确 而检查了出来真的有的话 治疗的方法 有时候都比较难接受一些 或者做完治疗之后 病人的生活质素可能大打折扣 所以有些医生就会觉得 也不用这么积极 去做很多事情 去找出疗疗 当然不能够一触高半一船 人部分的前列线癌的细胞 是可以很恶的 用什么治疗方法呢 如果你真的有确诊了的话 就一定要问回主治疗医生 让他帮你量身定做 去想一个治疗方案就最好 那说回来 如果我们当这个PSA的癌指标 作为一个前列线癌 预防的检测方法 准确程度 如果有五个星 比如五只猫那样 那我就给他两个星 两只猫那样多 那以推荐度来说 究竟我推不推荐这个方法 作为一个预防措施呢 那我都是给两个星 两只猫那样多 因为我觉得这个浪性的话 又不是真的有癌症 阴性又未必真的没有癌症 找到出来的话都未必医 都不可以算做 就强烈建议大家去做这个检查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些是高危一族的 那我们发觉有些人是容易有前列线癌的 比如说非洲裔的人 比如说如果家人 有家族性截系亲属有前列线癌的话 那就可能就比较倾向 就建议你做检查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有什么意见的 记住留言告诉我 临走之前就记住 就按下个小钟 订阅我这个频道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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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订阅 转发 订阅 买火 除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刚才可以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